这两个框当中啊 都有苦瓜 连旭 我觉得你这十块钱啊 花得有点亏 你怎么就光挑了苦瓜呢 是 咱没买过菜啊 经验不足啊 我要知道 我就悬崖了 广撒网了 是 而且他买的都是蔫的 我挑的都是新鲜的 你这以前都不知道 说什么瓜能够缓解口腔溃疡吗 我就知道反正苦瓜是苦的去火呀 那口腔溃疡不就是因为火引起来的吗 但您这也太专一了 挑了一筐的苦瓜 人家那大姐说了 吃十根这还差四根 那好像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 苦瓜是能够帮助缓解口腔溃疡的 是的 是的 有道理 有道理 有一定道理 连续这个是听人劝吃饱饭啊 人家一劝说是这是治口腔溃疡的 推荐的这个他就买了 就买的就专一的 这个苦瓜这个东西是一个好东西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在滇南本草里面有记载 它是味苦 性寒 入心 脾 肺 三经 除邪热 然后谢六经 十火 那要是从力量上来比较一下的话 到底是西瓜去火的劲儿大 还是苦瓜去火的劲儿大 苦瓜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这个口腔溃疡它是跟味火和心火有关系 刚才我们说的西瓜 其实刚才说的西瓜脆衣 还有这个西瓜这个白染 它是去味火的作用比较强 而我们这个苦瓜呢 是泄心火的作用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用苦瓜这个东西 我们治口腔溃疡是老百姓众所周知的 可以去火的一个蔬菜 我赢了 真买东西 我赢了 那你这一筐苦瓜可真的是挑的 对对对对 从组合来讲是西瓜是组合取胜 但是从比较猛来讲是苦瓜取胜了 各有千秋吧 那我觉得这西瓜皮还能接受 你说你做完了以后谁都能吃 但是呢就这苦瓜就这太苦 有的人真接受不了 特别是像小孩 你给他吃他也不吃 你说这个就不太好弄 所以你买这么多也没用 这个事情就是跟我小时候很相近 我小时候也不吃苦瓜 但是我母亲也用了一个办法 就是把苦瓜焯一下 但拌上蜂蜜 苦瓜和蜂蜜配合在一起 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苦瓜的味是苦的 而蜂蜜的味是甜的 两个结合在一起 可以调和它们的味道 第二个好处就是苦瓜是苦寒败味的 它是伤胃气的 而蜂蜜是干的 它是可以顾乎胃气的 然后第三个好处就是 这个蜂蜜可以直接涂在溃疡面上 可以促进溃疡面的愈合 对啊 我也看到很多的长辈 就是长了口腔溃疡之后呢 因为喷那些东西会特别的刺激很疼 然后就会抹一点点的蜂蜜 在那个口腔溃疡面上 结果好的还真的是挺快的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所以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智慧的 是的 是的 嗯